凭借着也是小燕子一脚走红大江南北的赵薇,如今已成为了历史,到位名利不择手段丧失底线的赵薇,他到底经历了什么?海外资产的曝光为何让无数网友感到不可置信? 身为劣迹艺人的赵薇,这么多年来,拿两大捞筋手段成为了将他拉向神坦的最终祸首,与其有着不菲关系的黄晓明,在赵薇出事后紧急撇性关系的做法是否妥当呢? 接下来,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中。一直以来,一个圈塌房现象时有发生,可像今年这样的,可更不能用塌房来形容了。 毕竟,如果仅仅只是塌房,官方也不会发出这么大的力度来对娱乐圈进行整顿,现如今的鱼圈,相比此前一段时间可谓有了很大的改观。 以往,经常占据各大热搜榜的明星们,已经大多销声匿迹,在这里要说哪些明星是捞金最过分的小燕子赵薇,必然战术其一。 当年的她通过参演大型公演连续剧《还珠格格》中的小燕子一脚,早在2001年,赵薇就是国民女星级的演员了。 那个时代还没有顶流的说法,但是如果有赵薇,那一定是顶流的。 当时给赵薇搭锡做配角的范冰冰,前几年就被爆出漏税8亿元,由此可见从侧面判断一下赵薇的资产有多恐怖。 如今赵薇已经被封杀,相关作品悉数下架,但是有关她的消息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。 现在,又有网友继续深挖,抖住了赵薇在海外的奢华资本世界。 其实,当年看似单身的小燕子一点都不简单,赵薇在国内共有7套豪宅。 包括上海湖畔家园的一栋别墅,北京的财富公馆等等,其价值大概在6000万左右。 接下来一段时间,赵薇先后投资了不少酒庄,并且成立了一家葡萄酒公司。 这是第一次有艺人涉足葡萄酒产业。 马云投资了赵薇的公司,两人合伙,豪赚70亿。 2017年的时候,赵薇旗下就已经注册了17家公司,而她的丈夫黄有龙更是恐怖,仅在香港就注册了27家公司。 按理说,都这么有钱了,赵薇应该知足才对。 但是在2017年,赵薇贷款30亿,试图用一家空壳公司收购万家文化。 万家文化当时的市值是100亿,这场被业内人士评价为空手套白狼的控股行为。 于2018年失败,赵薇旗下的公司宣布放弃控股,但是赵薇全身而退了,万家文化的股价却下跌了60%, 股民损失数10亿元。 最终赵薇被判罚30万,并且5年内禁止进入证券市场,收割了数十亿,最终只判30万。 这对赵薇来说未免太轻松了,而且这件事并没有让赵薇停止吸金的步伐。 直到被彻底封杀前,她依然活跃在各个领域,包括影视、综艺、导演等等。 获得了很大的知名度,也是自那时开始赵薇的演员道路正式脱开。 这次在官方对其进行封杀后,赵薇的海外资产以外曝光人士,其数字简直不敢想象。 娱乐圈的明星们酬心有多高,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。 据网友爆料,在赵薇的众多海外资产中,光是豪宅就有数套。 目前所知她2014年在新加坡Golf买的那套海景房,价值就高达2000万之多。 可想而知,其他房产加起来会是怎样的一笔天文数字。 除此之外,赵薇还掏出了400万欧元,投资了法国的一些酒庄。 自身也成立了一家酒庄公司,因此它也成为了娱乐圈中首位涉及葡萄酒产业的艺人。 这些都还只是赵薇海外资产的冰山一角。 在网友看来,赵薇海外资产上达到上亿是板上钉钉的。 身为立即一人的赵薇,这么多年来,拿两大捞筋手段成为了将她拉下神坦的最终活手。 众所周知,能在海外拥有这么多资产的赵薇,捞筋手段肯定不简单。 就如网上所说,她被封杀,不仅仅因为她旗下是一人辱华。 亦或是早些年她涉及辱华,更主要的是,她种种难以掩盖的劣迹,为了各种名利,不择手段捞筋。 赫然就是一部分,从赵薇这些年的捞筋过程中,可以分为两大手段。 第一,自然是通过在娱乐圈发展,获得自己想要的金钱,如某爽一般,光是接一部戏,片酬就高达1.6亿。 折算下来,一天的日薪达到了208万,试问这么高的待遇,怎能不让人心动。 因此,赵薇可一点都没闲下,虽然很少拍戏,但综艺节目以及各种代言可丝毫没有落下。 这为她的海腕资产囤积,可谓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 她捞筋的第二大手段,就是涉足商圈。 众所周知,赵薇的老公黄有龙,就是从商的一名商人,这为她进入商界发展起到了很好的铺垫。 不过,这也成为了她走向不归路的起点。 据悉,当年因为赵薇与马云合作,赚到了不少财富,使得她有了女版巴菲特之名。 谁知,被利益蒙蔽双眼了她,在2017年,竟然妄想以一家空壳公司来收购市值达到100亿的万家文化,用贷款的30亿来撬动100亿。 很明显,此举就是想空手套白狼,可惜她终究还是太高看了自己,最终以失败结尾。 结果,她自己没受到什么损失,股民却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。 据传,共计损失了数十亿,为此,官方直接对赵薇夫妇处以5年进入证券市场并罚款30万的出罚。 可这点惩罚,对拥有上亿家家产的赵薇来说,压根就是毛毛鱼。 一边在娱乐圈大肆捞金,一边在商界割股民韭菜捞金,或许这就是赵薇能拥有如此多海外资产的原因吧。 曾与其有着不菲关系的黄晓明,在赵薇出事后紧急撇清关系的做法是否妥当呢? 有一句老黄说得好,心思不振的人前机有多张狂,翻车时就有多惨。 赵薇新风作浪这么多年,她觉得官方不敢对她亲一下手,殊不知那是官方在等待一个时机,而今年的娱乐圈大整顿赫然就是天赐良机。 在清朗行动下,无数劣迹艺人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清理,包括网红同样无所避免,可见力度之大。 而赵薇也是一夜之间被官方所清理,演示的各种作品被下架的下架,该除名的除名。 人们在各大视频平台,如今搜索赵薇的名字也不会再显示相关的消息。 可以说赵薇是与娱乐圈彻底绝缘,在这不得不提起曾暗恋过赵薇的黄晓明。 据传,黄晓明在大学时期就喜欢上了她,只不过遭到了拒绝。 但是,对于喜欢的人,如果仅仅因为被拒绝就不再喜欢,那肯定就不是真爱。 因此,哪怕是拒绝,黄晓明当年对赵薇的好感依旧存在。 然而,没想到的是,据传在这回赵薇出事后,黄晓明第一时间就在社交平台删除了所有与她有关的信息,紧急撇清关系。 对于她这种做法,大家都能理解,毕竟搁谁碰的这种利级朋友都想撇清关系。 如果因为被她拉下水,岂不是毁了自己的大好前途。 这么一想,也难怪黄晓明会急撇关系。